來參觀我的工作室 哈囉 來參觀我的工作室 現在已經很少見這種紅色的門了吧 一起進來看看吧 當初呢 這我們的主屋的空間不足 所以那時候的那些老眷戶 他們就會把前面也延伸出來 所以現在看到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他們延伸出來的廁所跟廚房 我從小的話都是生活在那種 水泥的叢林裡面嘛 都是住大樓 住那個透天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以來 都很嚮往這種眷村的生活 因為它就是一個空氣 然後陽光就是非常充裕的地方 你的場域會很舒服 這裡的生活方式一直是我很嚮往的 對 就是我喜歡有這種空氣流動的感覺 真的進來的時候發現 原本沒破洞的地方都破洞 原本沒漏水的地方都漏水了 然後除此之外 就是我們的修散費用是一直增加的 然後除此之外 就是我當初的時候工班修到一半 就是也剛好就跑路了 所以就等於說我的成本就是又在增加 它是捐款就是跑走 然後把我的空間 原本沒有破洞的地方就是 又更加重它的那個傷害 不管怎麼樣就是那時候很痛苦很煎惱 可是進來之後你會發現就是一切都值得 就是它真的是成為我個人的就是驕傲這樣 就是我很榮幸有這個地方 對 當初呢我們的空間都是 閉眼非常嚴重 所以為了要清除那個閉眼 我們都必須要把那個牆面做一個打除的動作 然後部分的話我就是保留這種打除後的狀態 然後噴白漆 部分的話因為要讓整個空間它比較有不同的樣貌 我會說只有單一的型態它就會有點枯早 所以我就部分是保留到就是水泥做粉光這樣 來這裡之前我就有替自己就是有一個規劃 我對我的老房子是有一個想像的 我希望它可以就是 就是我的空間是代表我這個人 所以它要有我的個性 然後我有想要在這個場域 想要去嘗試的一些計畫 所以那時候看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雖然說它沒有像擺平的那種就是 古建築這麼大間 可是像這樣小小的空間反而非常的適合我 因為就是我的人數比較少 然後我想要替它做一點布置什麼的時候 是非常契合的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間的時候 我就 就是我就只寫這間 我就只要這一間這樣 一開始我們對這個房子的想法一定都是 只有我們自己這一戶 然後住來這裡面三年之後會發現說 其實它不只我們這一戶所做的事情 它其實是牽扯到整個場域 就是我們的鄰居 就是大家一起替這個村子做事情 才是我們比較就是才是完整的這樣的一個企劃 所以我們落成從原本一開始只會辦 比較偏向個人的展覽之後 我們也是去規劃了一年一度的那種 全村一起辦的聖誕點燈的活動 然後邀請外面的人就是一起來參與我們的生活 然後一起就是有我們在這裡生活 可是他們有他們的參與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一起活化這個眷村 以前的生活一定 就是如果那種大樓一定是大家不太打招呼嘛 就是最好你不要有事 不要找我 因為找我可能就是有事情 然後也不太會就是打招呼 或者問說 欸那個 那個小莉啊 我有什麼東西要吃 你要不要就是我家有什麼吃的 要不要一起來吃 對啊 我們到這裡之後 就真的就是生活的 就像是以前眷村那種很密切的關係 我們會到別人家乘房 對 然後也會常常辦一些聚會 就是活絡在大家的感情 歡迎各位來我們家參觀 我們有那種新舊的創意 像這個就是舊的那種 實施的那種門靶 那我這裡想說 因為我是做攝影的嘛 我就把我的一顆不要用在鏡頭了 就把它當作一個門靶 所以在上面 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就可以進到我們家 我對這個老幫子 本來就滿有興趣的 那尤其對建業這個村子 也有一點感情 因為以前我是海軍在海軍服役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海軍基地的外面 那我曾經到這個地方來過 就覺得發現這個地方 哇真的是世外桃源 因為這個房子當初拿到的時候 就是像廢墟一樣 這門屋頂都掉下來了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長白蟻 然後地板又髒到很髒 然後後面庭院啊 跟那個後面的樹啊 每一個地方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那我的經費又不夠 所以我就是要在最簡單 最接近的經費裡面 把這些所有的工作完成 所以很多東西都要自己來 所以大概前前後後整修大概花了快一年 才把它整個修到到可以住人的樣子 我們才搬進來這樣 真的到一半就覺得說 哇這個真的是太費金錢了 而且太費工了 而且遙遙無期 像我做這個水電 做到一半那個水電似乎還給我跑掉 因為不好做 他認為說他這樣還不來 他就不做了 不做的話我的工期整個就脫下來 脫下來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會再把它找來 他都一直不過來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再去找另外一個工程 就是那種舊室的那種 那種那種紗窗門 這個都是檜木的 然後也都很少見了 像這個房子大概都有四五十年以上的歷史 所以這個才是真的是有老屋的味道 而且它整個格局 尤其是這個屋頂是非常經典的 這種瓦片的屋頂 這個是現在很多房子 已經沒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做到這種房子真的是冬晚夏涼 因為太陽照射跟那個都會比較溫暖一點 夏天也比較不會那麼遠 在眷改條例 把很多的眷戶都已經移為平地 現在改建大樓 那我覺得全部都改建大樓 那也不是一個辦法 因為你 因為眷村文化 畢竟是台灣這種歷史 它是很獨特的一個文化景觀 如果說你沒有一個實體讓人家可以去看的話 你用照片或是用影片去跟人家講 人家沒有辦法去感受 所以你用一個實體的一個居住的形態的方式 讓人家可以來這邊參觀 可以來這邊 以前的眷村也是長這個樣子 以前的眷村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文化存在 他說這裡鄰居都非常的 大家都很和睦的相處 那這一顆芒果是不是我先生種的 他們也很開心說我把他們家保留下來 因為他們家本來就是要拆掉 他們搬走之後呢 國防部本來要把他們家給拆掉 那是因為我們有這個計畫住進來 要把這個房子給保留下來 我把它修好 修好之後又恢復那個原來的樣子 那我有邀請他們回來看 他們都很感動也很開心 他也非常的感謝說 我能夠把他們這個房子給保留下來 而且又照原貌來保留下來 他也希望說我能夠繼續住下來 然後讓他們能夠回來 有機會再回來看這樣子 政府用這樣的方式來保留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案 因為畢竟你一個房子要是沒有人住人 尤其像叫做木招的房子 它很快就會壞掉 一直很希望說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能夠繼續讓我們可以 有續約的一個方法 讓我們可以在這邊留下來居住 讓我們對這個眷村 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貢獻這樣子 在宮廢那裡 我們下期間 可惡 我們下期間 梅廢 感谢观看